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将李文昭接受颁奖 选手们的辛苦获得代价 中华队总教练徐瑞德指出 今年在男子精英组团队竞速赛中拿下10年来的最佳成绩 小将曾志宏也获得青年组个人一公里计时赛的迎台 是中华队2002年来的最好成绩 因此虽然今年奖牌数量比往年少 但其实选手整体表现比过去突出 以各个组别的单向来看 我们这一次的男子精英跟男子青年的表现 事实上比以往有突出许多 但徐瑞德和选手都坦言 国内缺乏自行车室内场地 在国际竞赛上真的不利成绩 各个国家的投入都很积极而且蛮快速的 所以我们台湾的部分事实上真的这个脚步上面真的不能再慢 一定在选手跟教练的努力一定要再更投入 车厂也是有差 因为毕竟台湾没有室内车厂 人家有室内车厂来就比较容易适应场地 朱英度代表田中光特地带着水果倒场 为选手加油打气 并向选手们道客